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动物园的超人气宝贝尹亚 她的生长发育都受到大家的关注 尤其是眼睛到底开了没了呢 很多人都很好奇 所以动物园方昨天晚间就捕捉到 尹亚的双眼已经越张越开了 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她都在睡觉 所以要真的看到她的眼睛还需要一点运气 趴在体重机上尹亚似乎还没睡醒 烂洋洋的打起大喝歉 这一天保育员发现尹亚又病重了 只是想看看她黑眼圈下的眼睛 是不是又再睁开些 需要一点运气 趁着深夜保育员给尹亚拍了张美照 仔细看她似乎眼神对着镜头 照片中的尹亚深邃双眼闪闪发亮 动物园方总算能确证尹亚的眼睛越张越大 这样的动物她在晚上比较暗的地方 她的眼睛会真的稍微比较开一些些 当然后续来讲的话她会真的更开 不过现在来讲她还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休息 回顾尹亚开眼过程 从出生第41天 保育员发现在远远怀里和黏黏的尹亚 右眼露出一条小细缝 比一般猫熊预计45天的开眼日要提早许多 到了隔天保育员再从妈妈怀里取出尹亚检查 又有新进展 好像在汉保育员say hello 银亚的叫声充满活力 双眼不再紧闭 偶尔会看到她半开的双眼 蛇张开蛇闭上 远方表示银亚吃好睡饱 发育从出生就比一般猫熊来得壮 虽已经开眼了 但视力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清晰 所以想要看到她水汪汪的大眼睛 需要多点耐心 TVBS新闻综合报导